在這個影片中,我找來一粒硬金做的千足黃金的一粒豬 它就穿了一條手繩 這一粒硬金在哪裡買的呢? 就不是在香港買的,是在內地做的 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買侵權的東西 但是我機緣巧合,我就做了這件事 買了它 我想建議,如果你們用一些硬金的產品 就要小心一點,因為它是薄得好像蛋殼一樣 它說明硬,同一時間就會是脆 如果你敲到它,撞到它,或者很高的地方跌落地 也有機會它會碎了,好像雞蛋殼一樣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產品產生呢? 就是內地都流行送禮的 因為很多時候,譬如朋友剛剛生小朋友 它沒有請你白日宴也好 你知道之後,也有些表示 有同事、親戚、不太熟悉的朋友 別人跟你說,我最近生了小朋友 你就會把你的祝福化為一個實體 要送給別人 如果你買小朋友,你又不知道 別人介不介意呢? 要不要有肌綿呢? 要不要有染料安全呢? 你純粹看那款式,你就送禮 可能別人父母不喜歡那款 那最後就不穿了 那是不是浪費了呢? 那鞋子、玩具那些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性質 但是如果你選擇用幾百元 買一件硬金,因為它很薄 那就自然輕 例如這些小禮物 那小朋友 就會 到他長大了 都仍然會保持這個禮物 那他永遠都會記得你的祝福 那是不是一個好一點的送禮 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 請你like這個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